为了照顾长者推动长照2.0 新北市社会局在民国103年 在淡水杀伦路上的社福大楼一楼 开办新北市淡水北海岸公共托老中心 并且委托马街纪念医院经营管理 而今天上午公托中心举办了一场 相当热闹的春节长者聚餐活动 一开始邀请长者以及家属进行座谈会 接着志工就带着阿公阿嬷们 一起来进行动健康 让每一位长者身体都热了起来 每年我们都会办这样的例行的围入活动 那我们也邀请所有的家长 跟我们大家一起相聚 一起互相认识 然后就是那当然这种活动难免就是 用一点抽奖的活动聚餐的活动 大家一起快乐一下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跟整个大家庭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新村的一个团 有点类似像团体互相拜年的活动 那除了这样之外 我们平常也有一些家属座谈会 那就是让家属大家一起来了解我们 就是这些长辈在这边的一个照顾的状况 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在这次照顾的当中 我们看到有哪些问题 我们希望家长 就是这些子女们怎么样跟我们一起来合作配合的 马街医院表示马街团队在过去四年以来相当用心经营公共拖劳服务 而目前中心有接收30位的长者进行日照拖劳 目的就是希望延缓长者虚智虚能 并且活跃长辈体能 加上马街医院的资源提供适合长者的少糖少盐的饮食生活 此外在今天活动现场 淡雪区长不仅是出席关心长者 更清唱歌谣让长者非常开心 有30位的老人家在这边来做日拖 那看到老人家在这边被照顾的那么好 身体健康而且这边服务的很贴心 我们非常高兴 那我们公所这边当然也提供了小礼物 让老人家来摸彩 那看到老人家在这边 其实除了平常的照顾之外 其实他们还有一些课程 甚至一些动健康的一些内容 让老人家整天在这边是过得非常充实的 那我们就是一个目标就是 让这些长辈可以延缓他的失智失能 这是一个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活药老化 那这个活药老化这个不是只有我们这些长辈需要 整个家庭都需要 对要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希望人活得更健康 那这个活得更健康的这个概念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更健康的概念放到家属 马街医院表示经营长者拖劳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 不只是强化长者体能 带着他们做运动 还在心灵上提供各种课程 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达成延缓长者失智失能 活药老化 并且带着长辈家庭子女一起加入活动 将健康带给长者 进而让家庭更有活力 请订阅您的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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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